哈喽大家好 我是Dunlow 下期特賣推薦第二集 同樣全都是歷史新低的作品 遊戲很優質 打得折衣很香 不介紹就實在是過不去了 那上一支下期特賣推薦影片 還沒看的趕快去看 那看過的就趕緊來看看 今天這一支介紹啦 遺跡來自灰燼 原價有168元 折扣65% 歷史新低198元 評價有380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是一款第三層動作射擊遊戲 人類找到一種可以穿越不同世界的水晶 但同時也引來了 名叫根曼物種入侵地球 導致生物滅絕 而玩家將扮演倖存下的人類 是要找出消滅根曼的方法 這算是一種類刷寶遊戲 因為比起一般的刷寶 Game已在裡面打倒Boss 只會掉Boss的特定道具 而每次在關卡裡面 所遇見的Boss都是水機的 因此玩家並不是頻繁刷特定關卡 而是需要有點靠賽來相遇特定敵人 那在遊戲裡面 假設成長、天賦、配裝、技能等 都是依靠你所經歷的來獲得 可能不小心找到攻略圖子 了解到這種Boss先打腳再打頭 就能得到特定裝備與技能 這次你的角色玩起來就跟別人不一樣 絲美人的玩法都是獨語 那不久之後將會出二代 因此就可以趁現在望看一帶 欸覺得喜歡再考慮去做 那這一款還有資源最多三人童了 有朋友的也可以相約來購買 天睡之下的鬥雞 原價650元折扣4% 歷史新低390元 評價38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主角主角冥約喝醉酒 不小心讓幾位凡人來到天界 也因此燒掉神靈素尊的米石 於是就被流放到鬼島上 如果不把島上的惡鬼通通處理掉 這樣無法回到天界 那遊戲是橫向卷拙的玩法 除了一些基本的技能可以連斷之外 也有魚技可以綁住敵人進行追加攻擊 接觸好連斷連起來 玩起來就會非常爽快 不過在裡邊打倒敵人 並不能獲得經驗值 而是必須透過種植稻米 才能提升等級與各方面能力 那這種植的流程可謂是幾度擬增 所以使得遊戲剛發售時引起大量討論 因為要種出高品質的稻米 必須得要鬆土、育苗、插秧、收成、脫殼、粘米 過程還得要灌溉、施肥、除草、捉害蟲等等 而這一切遊戲只會教你大概方向 並不會完完全全的細細教到 像是插秧時要用潛水 但這所謂的潛水 是稻田容量的10%、20%、30% 灑肥料要灑多少 這些都沒有一個固定答案 其他玩家全方位的魔索累積經驗 才能找出最佳界 是一款很有意思 但同時也有點電波的遊戲 2人Moon 去月球 原價188元折扣80% 歷史性第37元 評價52,000篇左右的壓倒性好評 哪裡主角在這間公司裡工作 所做的是替平視者修改即已進而實現願望 令他們能夠在死前沒有遺憾的走 而就在某一天 有位即將臨終的老人約翰 他的願望是前往月球 但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想去月球 在缺少記憶的情況下系統是無法運作的 而這時候余翰已故的老婆利娃脫不了關係 那在時間逐漸流失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 我們男女主角也只能前往約翰最深層的同年回憶 找出事件的源頭 幫助他完成前往月球的願望 劇情充滿淡淡哀傷 但又柳暗花明 在鋼琴月的紅培下 渐渐的把這一切刻在心裡頭 令人難忘 那遊戲還有除了帶 Fighting Paradise 劇情同樣很厲害 同時也打到歷史新低 《地獄之刃 塞努亞獻祭》 原價的688元 折扣85% 歷史新低103元 評價的180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主角為了復活愛人 踏上了死者才能踏足的島嶼 那我們必須打倒幻象之神瓦爾拉 火神蘇爾特 才能見到死亡女神海拉 完成這遙不可及的願望 遊戲講故事為主 戰鬥以解謎為輔 因此戰鬥方面就單純的砍加迴避 以及子彈時間來操作 不過解謎就比較有意思了 像是人透過不同的拱門 來看見不同的世界 以及利用視覺交錯的形式 來蒐集特定的符號 開啟被鎖傷的門 那隨著深入島嶼 我們也能漸漸了解到 原來女主患有精神疾病 那開發團隊為了表現出病狀的痛苦 於是特效開好開滿 大量的模糊 重陰 閃光 炫光曝光 加上畫面荒動 以及3D環繞音效呢喃 很暈 真的很暈 往往我都能感受到精神疾病的痛苦了 不過這也代表遊戲回饋做得很成功 玩完也讓我的眼界更加開闊 趁這個機會 你們一定要試試 Hour Bowie 貓頭鷹男孩 原價188元 折扣645% 歷史新低205元 評價3100篇左右的幾度好評 是一款平台跳躍動作遊戲 主角是貓頭鷹一組的成員 而就在某一天 原版平靜的村莊突然遭受海盜襲擊 盜取遠古山神器 準備來征服世界 那為了奪回神器 主角就這樣踏上旅途 開發團隊花了10年的時光來開發這款遊戲 因此也看得出來 美術所呈現出來的像素畫風非常優秀 處處充滿細節 看著人物對話 令人感受到喜悅與悲傷之情 操作鎖感也有一定水準 用搖桿玩的話 更能體會到自由非常的快樂 但開發週期長達10年 所以你也能想像得到 遊戲設計偏向於老套 音樂聽起來也很懷舊 如果你是喜歡紅白機時代 對超級瑪利歐 魂斗羅 愛不是手的玩家 那這款我會強烈推薦你試試 反之你對老牌遊戲不感興趣的人 那這款就得考慮一下了 DEF STORE 原價328元 折扣60% 歷史心地131元 平均來玩2000篇左右的幾度火瓶 是一款動作解謎冒險遊戲 也是一位可愛的小烏鴉 每天都要去上班 所做的工作是收取靈魂 那在職場裡邊 你會看到各種形形色色的烏鴉 而有天所被分配的靈魂不見了 沒辦法得要出差一把靈魂回收 就這樣開始遊戲 這裡邊小烏鴉能夠使用一些基本攻擊與迴避 而隨著故事發展 還能拿到弓箭 火球 光球等技能 消耗器條就能遠距離攻擊 同時這些技能也是解開地圖上謎體的必備條件 那每次打倒敵人就拿到一些靈魂 就能藉此升級 傷害 移動速度等等 那開發團隊重點琢磨於 劇情描寫 場景氛圍 解謎設計 來鼓勵玩家多多探索這別處新產世界 體會音樂故事的鋪陳 反之動作設計打怪上就比較淪為基本 從頭到尾沒有多大變化 因此劇情檔的玩家這款就可以考慮看看 開例是遊樂之街 雲價499元 折扣31% 歷史性第344元 評價50片左右的好評 不用補丁 插分圖 烏雲 中水區 擁有虎辣身材 但設施衛生的清純精靈神官來到了新城市 他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沒錢 於是一步步的被人擁有库 連拐帶片的逐漸餐與補膜 漸漸的賺到第一桶金 同時腦海中的某些開關就這樣開啟了 這款挺有意思的 因為在今年就被韓國語過於open的關係 而被永久封禁起來 所以在韓國steam上是搜尋不到的 不過個人玩起來是還好啦 中水區等級而已 那遊戲載體是款RPG沒可類型 但卻鑄成即死戰鬥 這導致玩起來有點痛苦 判定傻的有點詭異 不過人設外表我超hard的 在裡邊所能見識到的主角氛圍 主人公克里斯 瘋之妖精與惡魔劍鬥士奴隸 喔 這妖精真的是從裡到外都是個調皮妖精啊 有夠可愛 不過補膜環節也分成多階段進行 像是補膜12345這樣 可能就需要多點耐心來攻略 是一款加作挺推薦的補膜作品喔 MOOSTACH 原價90元 折扣86% 歷史性第13元 評價有期望1000篇左右的極度好評 是一款可愛的音樂節奏遊戲 玩家可以選擇不同的美少女來遊玩 那每個角色所擁有的人力都不一樣 像是生命提升50點 就算失誤了以人多狗活一陣子 或者每通關一個關卡經驗多個50%等等 那除此之外也有吉祥物的加成 不同的吉祥物也有不同效果 那玩法是上下兩個軌道來進行 不要看只有兩軌而已 遊戲要難起來也是非常難的 那遊戲風格大多都是日系 以及電影的形式來呈現 本體就非常物超俗詞 如果真的非常喜歡 也有DLC包可以加工音樂 或者在手機上也能玩到這一款 遊戲有出在手機上哦 好啦這期特價就到這邊附上懶人包資訊 這支影片跟上次一樣 全部都是歷史新低 夏季特賣就是這麼的厲害 那就差不多這樣 我是DUNLOW 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掰掰 中文字幕——YK